钻木取火的方法视频 钻木取火的方法 首先用易燃干燥的材料做一个火熔巢 做火引子 然后找一块干燥易燃的木板和一根木棒 用刀或锋利的东西在木板上开一个缺口 确保木棒能够放入 再取一些干燥的树皮放在缺口处 以增大木棒和木板的摩擦 将木棒放在缺口处 双手快速转动木棒 慢慢地会有白眼产生 待产生火星后 将火星转移到火熔巢里 轻轻吹气 让火苗变大 最后往里面加柴火即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